譚德塞現在希望美國繼續捐錢 不給錢還是最嚴重的吧 抽贏根是最好用的 所以其實因為之前我們一直懷疑說 譚德塞跟中國關係這麼好 然後對中國言聽計從 是不是中國是WHO最大的資助者 結果美國他們發現 事實上捐給WHO最多錢是美國啊 可是現在他們誠實的防疫的情況之下 現在全世界死亡人數最高 感染人數最多的也是美國啊 那美國當然要就責回來WHO 不然的話難道還要對 他的人民謝罪說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治理的很爛嗎 他一定要回來講說譚德塞你有問題嘛 那美國這邊 因為其實美國一樣 他民主國家 就算他的總統說 我不把錢給WHO 也要他的國會同意 可是現在我們會發現 其實前一段時間提出這個想法的 就是美國的國會 美國國會說這筆預算 我們不打算再給WHO了 因為他們這樣的結果 他們沒有盡到他們的責任 沒有保護到我們的人民嘛 那其實譚德塞這件事情過去 讓我們說那譚德塞 為什麼要幫中國到這個程度 第一他這個秘書長 應該是中國千方百計 處心機率讓他當上的 因為他要他要很多的支持的票 那這邊中國過去的一帶一路 在非洲一帶一路 他其實一帶一路 你說是不是幫助地方人民 很多時候是幫助他的政府的某些政黨 那當然更不要講說 他有很多時候 那個錢或好處是去到那些政治人物的手裡 那當然我們沒有很好的證據 去說譚德塞是不是拿了錢 但是至少他的位子 是中國幫他保住的 然後他前一段時間拚命地罵臺灣罵了三分鐘 罵到全世界都 Google 臺灣了 這當然這對臺灣不是壞事 就突然之間大家都知道有個國家在臺灣 但是這也代表他氣急敗壞 氣急敗壞就是他開始要被其他國家 就責 再來他甚至有可能因為少掉大量的捐款 少掉大量的經濟的支持 那他們如果再遇到比方說像伊波拉那樣的疫情的時候 他要怎麼辦 所以他會幫他出比較多錢嗎 又在那邊說他跟美國的關係 講出這句話真的好丟臉喔 就是說美國是我們最大貢獻國 希望你能夠繼續捐錢 這句話真的是蠻難看的 眼眶含淚 就惹到金主啊 那我覺得有一個有一個部分要特別觀察 就是美國已經 主要是他們想要刪錢之外 要成立其他的機構取代他 就是說既然你這麼不好用 你竟然這麼不像話 非常不計 那我們另外成立一個組織來好了 其實全世界的重大的這個國際組織 當然大家以前的想法是 我們在聯合國體系之下 大家都是一個系統 可是如果你聯合國的系統 我想我相信美國應該也 他們已經也發現不只是WHO 被中國滲透成這個樣子 很多重大的國際組織也是 像前一段時間 這個智慧財產的這個國際組織 差點也是中國要去拿他的這個秘書長 那美國有驚覺 所以才趕快把他擋下來 所以我覺得美國去提出說 我不但不捐錢給WHO 甚至我們自己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自己再搞一個 這不是不可能歐洲也有這樣的聲音啊 那這是這是一個好事 至少就是不要讓中國跟WHO 整個跟這個整個聯合國這個系統 去壟斷全世界這個重要的資訊嗎